南韓饒舌歌手李永之出演综艺节目 蹦蹦地球娱乐事后 凭借优越的综艺感以及毫无偶像包袱的作风 收获了超高人气 他主持的网络综艺虽然没准备什么菜 因为和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成功全粉无数 近日韩国谷歌公布了2023年YouTube热门影片 和创作者的排行榜 其中最多人观看的热门影片 是《虽梅菜 エ斯帕卡琳娜》片 达到1626万次点阅率 而他在地球娱乐室拍摄的IM舞蹈挑战 也拿下了Shirts榜单冠军 创下超狂成绩 李永之先是分享了榜单截图 接着卡琳娜也透过现实动态 发出相关截图直呼感动 并承诺接下来要努力工作 对此往我们纷纷大赞 卡琳娜上《虽梅菜》那一集真的很好看 看完直接就被圈粉了 没想到永之拍的Shirts也是第一名 真的是K文化总统没错啊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